我說你們公司是怎樣 為什麼兩個講的不一樣啊 你們在騙我是不是 叫你們自己出來啦 嗨啦 這是CREATLY FIRE的蜂蟲玩家 我是GADEN 喔 介紹一下 我是SUNSUN 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嘉賓啦 就是SUNSUN 她老婆 我老婆啦 我上次朋友在一分鐘提到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我們重點的故事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就有一個貓友給我留言 那我就為了她... 特別拍這支影片出來給大家 就一個人 反正我們自己也很想拍 這個故事真的是很猛 而且很猛都在大部分都在 cash 所以今天就特別請我老婆來講給大家聽一下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們在寵物店那些年喔 遇到客數的日子 那今天就是由我們珊珊來主講這次的主題 因為她遇到客數真的是蠻多的 大概有印象有一些還蠻精彩的 我以前曾經在一個門師 我記得她是一個中年的父母 她養了一隻米克斯 然後她想要選一包大包的寵物的零食 可是因為我們寵物店的東西其實真的都偏貴 所以我們自己銷售的時候 我們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就是去跟客人解釋說 她的原物料是什麼啊 她的食材多好 然後為什麼會賣到這個價錢 就是我們一定要認真的 就是去跟客人講清楚這方面的事情 不然人家會覺得 你這一包零食一千多塊怎麼會這麼貴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跟那位太太就是介紹那一包零食 她自己後來也很喜歡 然後她那時候還誇獎我 她就說 就是說我店員都像你這麼好就好了 她說因為我花了非常多時間跟她介紹 而且我自己做銷售做這麼久 我從來都不強迫這條客人 你有買就買 可是沒有買我自己也沒有關係的那一種 所以客人可能她可以感受到我的真誠吧 我覺得 後來她已經結完帳囉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電話來 因為我們公司是會有電購客的 就是她會打電話來跟我們訂購寵物飼料等等 然後那時候我一接電話 然後我就適應跟她講說 不好意思我先接了電話這樣 然後她說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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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就說好跟她就在到處runrun 那時候因為已經很晚了 所以我還在跟那個客人打電話 可是那個前一個那個太太呢 她就還是一直在店裡面這樣子繞 那間門市又不大 我就不懂就是她怎麼逛了這麼久 我在想說她可能是有話想要跟我講 所以一直在等我交的電話 偏偏那個訂購客她跟我聊了很久 因為她是我們就是電長期的訂購客 所以她買的東西很多 寵物飼料啊零食什麼 我們又要互相確認說庫存等等 那就是電話講比較久嗎 對 掛完電話之後 那個太太她就開始對我脾氣超級不好 她就說 喔很厲害嘛 兩三萬的業績啊 好比我買的很多很多欸 我就說喔沒有啦 但是我們公司就是長期的客人 她本來就是會固定一段時間 不來打電話跟我們訂購 所以一次都會訂比較大 兩次因為她不會每個月都買 她就開始說 我跟你講啊 一開始到現在你都做得很好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 回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敗在這一筆 對她就覺得就是 我就想說我怎麼了嗎 你也結完帳了 我也好好的服務你了 我要接電話之前 我有先告訴你 可是那個接電話也是我的工作啊 就是雖然我可能也要現場hold住 現場客人 可是因為我想說她已經結完帳 我就也沒有多想 因為我不可能一邊講電話 一邊就是跟她講話吧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也 有趕快把那個電話講完 後來她還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認識你們老闆 我等一下跟你們老闆講 那時候我嚇死了 因為那時候我才剛進頭部店沒有很久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會不會有什麼地方真的冒犯到她 她如果真的認識老闆的話 那我要怎麼辦 我會不會被老闆怎麼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緊張 後來她就說 幫我退貨 我就說好吧 沒辦法 她如果不開心她要退貨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畢竟她都還在店裡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寫那個首開罰票 我們寵物店固定的格式就是寫寵物用品 就是我們的名氣 就是不會寫每一個名字的欄位 我們都只是寫寵物用品 算是統稱啦 對寵物用品 然後總金額 然後寫中文數字這樣子 她就說 我不要你這樣 你一一的寫給我 全部 我那時候已經超過11點了 很晚了 我那時候都還是搭捷運回家的 要是我就是因為她 耽誤到那個時間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回家了 我就重新作廢 又重新幫她寫 她就說 你的那個七寫得像是三 重寫 她就很兇 我就像突然像老師一樣 就站在我旁邊重寫 就是這樣一直一直重開發票 後來她就很生氣的 就把她回家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就覺得很委屈 我委屈到不行 然後其實當下的時候 我主管她一直都在看檢視器 她知道我被欺負了 我就下班之後 我就坐在那個 那個外面的那個木椅上面 我就開始坐著 我就開始哭 隔一天的時候呢 聽說那個客人她又來到現場 隔一天的時候我沒有上班 然後是我同事跟我講的 反正就是把罐頭 直接開封 然後直接倒在門口 她昨天買東西 她有一部分是有結帳 有一部分她是選擇得退貨的 然後她倒了罐頭之後 她一直瘋狂的踩 那時候店裡還有其他的客人 然後她就在店裡面一直叫她說 跟你們講啊 她就是那時候就這樣非常誇張 那時候聽我的同事跟我轉述 超級扯 還好有監視器的關係 就是我主管他們都沒有覺得是我的錯 反正就是那客人的問題 她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是她自卑心嗎 就覺得說 她買的很多啊 所以你剛剛對我沒有對她 可是我應該都對她很誇張 你說她覺得她很自卑 因為那個店公開我們花賣了兩三萬 然後她只買一千多 她就嘴我啊 她不是說什麼 妳很厲害啊 重點是她已經結完帳了 她已經結完帳了 然後又不走 然後可能是想要等妳 可能再跟她講個聊聊天啊 有可能 因為她那時候真的在門市跟我聊很久 然後我們之前都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 現場客人沒有這麼多 我是會願意花很多時間 跟客人聊天的 就是畢竟你跟一個客人 交心 其實也是培養客人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自己是這樣子 我都會把客人當朋友這樣聊天 有時候會真的 不一定是好吃 跟我接下來的故事也有玩 那我想起來 剛剛那個 妳接了一個買了三四萬的客人 兩三萬 兩三萬客人 她的反應很像那個台語劇的 拍炸爆 妳很厲害嘛 她整個反應那麼Drama 電話裡面說兩三萬 妳有偷瞄她 我沒有 還是那時候妳在講電話的時候 妳明顯的那個表情 跟她聊天的時候 開心很多 屁沒有嗎 就是妳那個整個小 兩三萬喔 妳還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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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覺得很諷刺 就是妳的笑臉是異常開心的 對 然後說媽的咧 可能是也會有一點點開心 可是也不可能這麼明顯 我也不可能這麼明顯 妳不要抓到妳的那個把柄 觀察到妳那個表情細微的電話 欸我們那個公說 基本上也是靠業績吃飯的啊 而且那個扣人 又不是我推銷的多 是她本來就買的多 好人之常情 那兩三萬妳那麼生氣幹嘛 她打開罐頭 然後撒掉這樣驅魔是不是 就這樣 不要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有扯到 就是罵我沾話的 我們寵物店有一個零食 叉叉牌子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有活動 欸活動那都是多少 所以很多客人他們都是會一次買這麼多 然後就是湊那個優惠這樣 有一對老婦人他們就來 然後那老婦人就說 欸你們這個東西我買個兩組 那能不能兩個禮拜之後再幫我寄貨 因為他們可能是要出國還 能不能先留在我們店裡 就是我之後要寄給他 可是因為我們店裡面有規定 我們存貨不能超過三天 不管你是有付錢或是沒有付錢都一樣 我們的現場客網路客 其實我們都還蠻需要共用到貨的 就是公司規定的 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那時候我就說那可能沒有辦法 我說還是到時候再來買 然後我們再幫你寄這樣 他就說不行啊 那如果我到時候來買 我要有同位沒有人呢 我說可是因為我們公司就是規定說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演到這麼久出貨 他打電話給我們另外一個門市的小姐 就問他說 欸如果我跟你們買東西 我能不能寄貨 我們那個小姐因為不懂他的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認知的寄貨 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他就說喔可以啊這樣 他就很生氣通通的 再回來門市然後罵我 就說欸你現在跟我說不行 那我剛剛打電話給你另外一個門市 他說可以 我說你們公司是怎樣啊 為什麼兩個講的不一樣啊 你們在騙我是不是 我們主管講電話跟他道歉就說 我們真的的確是不能寄貨的 然後他還是一直罵 因為他就覺得 他可能是Kimoji不好 因為他就已經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你不行 就是會不會是我故意不想要給你這麼做 那時候呢我就做了一件很白目的事情 然後我就這樣 冷笑了一下就這樣 然後後來他直接抓狂 那你腳有墊著嗎 沒有 就含笑半步墊 白癡喔 好爛喔 然後他就說 你在笑什麼 他就說你怎麼可以這麼賤 他就罵我 他罵我 他罵我賤 那時候就是 他不是罵很多嗎 他罵很多啊 我也 他說也是撿我 所以他有罵我 好像是類似是撿過啊 怎麼那麼賤 他氣到就是感覺要來打我 然後後來他的太太一直拉他 他就說 你不要這樣啦 你不要這樣啦 他就一直拉了他 然後後來我那個同事啊 他就一直牽著我的手 然後就是說 他這樣牽著 對他一直牽著 對他很緊張 他一直往後說 然後後來 後來他就走了 這一件事情 在我們從電影演到的是蠻大的 我們的主管他就有私訊跟我講說 因為他有罵到了我 不雅致言 如果我要提高的話 他堅持我去提高 轉個年鐘吧 他說反正就是錄影的影片 他會給我這樣 後來我也沒有這麼做 轉個年鐘 他也是蠻開朗的喔 因為他真的罵我罵得很兇啊 他一走了之後 我旁邊的同事就哭了 嚇哭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你幹嘛哭我 我說被罵的是我 你幹嘛哭我 他繼續牽著我說 不是很可怕 很可怕 你覺得很可怕嗎 因為他剛剛 他真的那個人 真的快要打到我們 這也是我在寵物店 遇到一個蠻扯的事情 我是覺得到底為什麼要這麼鬧 我那時候冷笑 並不是真的在嘲笑他 是我自己覺得 很荒謬 對 就是這樣你到底有什麼好鬧 我只是一個員工而已 我就是聽公司 什麼規定而已 所以我就 你到底要冒生什麼地步 你是不是太細膩了 你一個冷笑他直接爆炸 沒有 應該是說你一個冷笑 可以賺了好幾萬塊 因為他直接罵 他直接罵 對啊 只是你沒有賺也很可惜 對啊 你沒有賺到 我早就知道我就賺了 直接搞了 反正後來他就不知道 我們這間店買東西 可是他還是會去我們其他間分店 反正這是第二個故事 我自己有想到一個小的故事 就是一個很小的客訴 其實並沒有什麼 因為那時候 我是在別一家寵物店 因為我在很多寵物店做過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客人 他就買一個貓咪餡皮 買回去 過每幾天他就懶 就說 為什麼你們餡皮那麼硬 他這個怎麼吃 我貓咪怎麼吃 我鐵錘都敲不睡 鐵錘 太誇張了吧 你真的有敲過 有那麼誇張嗎 怎麼可能 我就拿過來 然後一咬他就碎了 他就碎了 他就這樣 傻眼說 這個人直接吃貓餅乾 然後就說 那我回去再試試 他我覺得他傻眼是覺得 你居然咬得碎 所以你的牙齒是鐵錘嗎 不是我覺得很廢謬 你為什麼想要退破 故意拿一個說鐵錘都敲不睡 這個東西來講 這麼荒謬的理由 對 我知道 他那種心態可能就是想說 如果我跟你講說 貓咪不吃的話 你可能就不會退破了 因為他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店員可能會講說 每隻貓咪可能習慣不一樣 他們可能 就是你可以再試試看 用什麼方式讓他們吃 他講一個比較浮誇的 然後讓我可以給他吃 那你想要打臉他 可是我一咬就碎 可是我一咬那個屁肌就碎了 那你沒有咬所以跟他說 就是幹幹原理 白癡的 然後抓到餅乾的重心 那我真的沒看 我有貓咪餡餅 就是 有啊 就那種小小的吧 某勒茶餡餅 脆脆的 好啦不要猜 後來我們就說 真的沒有辦法 那時候一直安撫他 結果後來他就直接從他的包包 拿出了一把刀 他就直接在我們室要割碗 好吃喔 他直接要割碗 他就說我可以 我主管看到他 他就很緊張 然後就趕快抓住那個女生 小姐你帶狗來就是來尿尿的嗎 然後那個小姐爆炸 所以你就說我不能來尿尿囉 其他電影那邊有時候 為什麼這樣你說呢 你真的很奇怪 這怎麼看得很扯欸 我怎麼比你實在尿尿的 他直接爆炸欸 他直接爆炸欸